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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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人民生活很悠闲 大部分闲来无事 都是大牌所过的日子 都是很清闲的生活 512的强政过后 一片土地都是要重新再来 人的心灵也是一样 要重新復健 这一段时间 字迹人都一直一直陪伴在身边 也是从环保开始做辅导 新的风貌已经带动起来了 人人家家夫妇都是相应 环保回首 这是一个希望 这万物物归源头 更难得的呢 他们就是清净在源头 人人人不是本所给人修 他们是整理干净啊 让我们回首啊 这实在是不简单啦 所以这真正已经做到了 清净源头的效应 已经带动出来了 可以说呢 倦底成河那百川啊 而且呢 在当地做的 也是同样部分老友啊 这样的清新快乐 这不都是呢 心清净啊 朱丸都清净 所以呢 这个万物清净在源头 回首回来啊 真正是真感动人喔 朱丸都看到了 有一位蓬颜奉乙士啊 他在五一二的时候 那一天呢 是他新岁的一天 一家五口啊 先生还有儿子 还有一位怀孕三个月的媳妇 还有他的女儿 就在五一二的这一波强症啊 瞬间都通通把他夺走了 他最心爱的一家人 剩下了他一个人 剩下了他一个人 像那样的心啊 的确是睡了啦 那样的悲痛 要如何过日子啊 唯有呢 就是借酒消愁 那其实呢 是愁更愁啦 所以他就有亲身念头 就是在他最难走出来的这个时刻 实际人啊 知道出现 而劝他做环保 当然都要有陪伴啊 那都劝着这样的把他带出来 他已经重建了他心灵的净土 他走出来了 那这一首歌呢 是让他快乐 这一首歌呢 让他做的呢 真正的是无法落 现在整个真阿桃 都他在带动啊 甚至有他的认识的人 都是在排桌上的 他都一个一个把他拉出来了 在这个班冯 我的车子在那边去打牌 打牌子 那也是那个就是排红 世界帮我看到 看看我的刺激人 刺激也很喜欢我 我也很喜欢刺激 我刺激水就是 不管天晴下雨 我都要来 他这样的 从大牌的双手做环保 风衣无阻 都是这样做啊 看 这就是人生 可以转变的啦 那心灵都可以重建的啦 不管人生过去呢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事情 总是呢 有偏差方向呢 都可以呢 改过来 只要有一个环境给他们呢 就可以改变啦 我们可以再看到啦 我们可以再看到啦 在厦门 让孩子们很懂得懂得 这种的环保原理 这个独立啦 物主的来源 是怎么来的 家长也很开心 孩子呢 懂理多了啦 孩子呢 也节省多了啦 孩子呢 也懂得环保习物啦 所以呢 家长也支持咯 所以啊 现在不管是社区的宣导 或者是按门铃的宣导 让孩子呢 去向每一个家庭呢 讲环保道理 让家家夫妇了解呢 每天所丢掉的 是大地的资源源头 所以在实际的环保 在厦门呢 已经呢 动起来了 这都是希望 这都是要大从人心啊 开始 要先把心灵进化啦 以后呢 人人啊 露出啦 这个 智慧的熟光出来 他不只是能接受 他还可以呢 用力推动 要这样 才有效啦 不只是说 喊一个 直言一下 那口号一下 就过去了 不是这样 一定呢 要身体力行 好 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啊 已经呢 大从心灵的侵权啊 已经涌现出来啦 自我净化自心 还可以呢 这个全眼 还可以净化 别人的心 那 心心 互动 净化啦 我们的社会 才会有希望的吧 但愿啊 希望啊 都在人人的身上啊 我们要人人都知道 清静 在沿途 我们心灵清静啊 那 大地就清静啦 一大早看到了大爱的报导啊 看到海地啊 从灾难到现在呢 十个多月啦 强阵摧毁了以后 毫无起色的附件 实在是很令人心疼 同时呢 破乱不断在蔓延啊 但这个天灾又开始在接近啊 真的实在是苦不堪啊 有看到啦 马来西亚的一个星星之火 烧掉了一百七十多户啊 现在千多人啊 无家可归啊 好在也是慈祭人了 即使去做关怀 这都是需要呢 有这样的爱心 把心灵先自我进化 才能造福人群 好吧 总而言之啦 我们总是呢 时时刻刻 要感恩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时时多用心啊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